大家好欢迎收看inside的财经 今天那个加密货币市场惨遭学习啊 比特币两度跌破了3万美元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luna跌了95% ust已经脱毛了 然后呢他离他那个毛定价格目前来看呢还差 有一定的距离 但是呢其实应该是在慢慢恢复过程中市场在进行一个博弈 今天那个luna的算法稳定币呢ust脱离了毛定这样的话呢他 算是在一定程度上面带崩了整个加密货币市场尤其是山寨币 几乎是惨遭学习 今天那个比特币呢也 两度跌破了3万美元 这可能是由于那个美股 开盘的时候低开然后呢 后来呢有一段的时间拉伸后来呢 又开始走低 然后呢有那个 社区啊就认为那个luna基金他可能会抛售比特币 然后呢引起比特币暴跌 导致那个比特币今天有一定的下跌我认为这个可能性比较小为什么呢 因为他毕竟只拿了8万枚比特币 对市场行情的影响没有那么大 而且呢他如果说 把手上的比特币那么突然的抛掉了 然后去拉动ust或者是那个luna呢 这个在那个价格的曲线上面可以看出来啊 而且呢另外一方面最重要的一点啊就是如果说是项目方不傻的话呢 像现在 一个假消息啊 还有一个负面消息 满天飞的状态啊 如果项目方 不傻的话那么他们就会选择躺平 等这些消息 全部尘埃落地了 利空出境 进入一个利多的状态 这个时候啊 再开始来收拾残局 否则他们手上哪怕有8万枚比特币 那个子弹也是不够的 如果说等那个像luna这样的币价跌到砸到了低谷 像那个ust 也是脱毛跌到了低谷 这个时候再去收拾残局啊 他 手上的子弹会更加充裕 更加安全 所以说只要他们的项目方 他们的那个 ceo脑袋没被驴踢的话 肯定是 今天在这个 假消息满天飞的时候 就任由他这个币价往地下砸 绝对不会去护盘 等砸到底了 再来 清扫残局啊 大赚特赚 对吧 今天那个luna这个事件啊 以及其他的山寨币暴跌啊 让我觉得山寨币投资还是要见好就收啊 其实我这两天已经 很多次表达这样的一个想法了 就是 当有一些加密货币啊 你在那个社区里面啊 在那个电报群里面 大家都在讨论 都在觉得他长得好的时候 你就一定要出了 你不出来以后你就 会套在里面 这样的机会啊 每个山寨币可能都只有那么一两次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你还是留那么一两种你自己有 坚定信仰的 我还是持续的留着那个波卡币啊 因为我觉得他的那个 研发他的那个技术确实是很好啊 其实他 他在下跌过程中和那个比特币相关性也表现的 挺大的 就是说 他呢就是在比特币3万美元的时候基本上能够保证在10美元左右 是一个这样的状态 之前他不正常的一个 就是一个上涨了 其实他涨到50美元以上 不正常了 当时主要是因为他开启了那个波卡中贷啊 那个时候他的那个价值是被高估的 如果说他价值一直稳定在 10美元到30美元之间啊 他的那个价格应该还是一个 比较不错的状态维持在一个项目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 然后呢关于这个加密货币市场是不是 见底了这个问题我思考了很久啊 我认为啊 就是见底不远了或者是已经见底了 就是如果说没有见底那么再跌三层 大概也见底了为什么呢 因为我发现有很多老币 就是 上一个周期的那一些 明星加密货币啊 他早就已经跌回解放钱了对吧 你看看bsv 还有一些其他的加密货币啊 然后呢 有一些稍微表现好的一些加密货币 比如说xrp或者是莱特币 他们再跌三层的话呢也就回到加密也就回到那个解放 以前了对吧 也就是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可以理解市场上面的泡沫应该是被挤得差不多了吧 对吧 如果说再下跌那么 也是因为他一个自然而然随着大环境啊或者是 整个市场的一个宏观环境的一个原因啊 然后呢我们来详细的分析一下Luna他今天跌破了1美元 日内跌幅达到了97.02% 其实呢我在他跌破 1美元的时候我应该要抄底的只是我当时去健身了 其实我 健身之前 去健身之前我再抄底 对吧 而且价格抄的 抄到了1.2美元我觉得他不会再跌了然后去健身了 然后我看他跌到了0.76美元啊我就后悔了 如果说我当时 买到了0.76美元的那个Luna会比较开心啊 关于这个 今天Luna脱毛这个情况的一些说明啊应该是ust脱毛啊 我今天其实研究了一天啊 有很多的一些问题啊我给 大家解释一下可能会有一些不对啊 然后呢 大家可以指证一下 首先呢那个 Luna的币价 关于他的那个币价当前的那个Luna的币价并不代表他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币价 为什么呢因为现在Luna这个币啊他已经没有坐视商活跃在上面了 为什么呢因为我在对那个Luna进行抄底的时候啊 我在okx上面我发现我 开始抄底 只买了不多的一些加密货币Luna 然后我发现他的价格波动非常的大 如果说 有那个坐视商在那里守在那里啊 那么 这个币价波动没有那么大的 然后我另外一发 另外一方面呢我发现那个Luna这个币啊 不管是在币安交易所还是在okx还是在其他的交易所他的那个深度都非常的浅 深度非常浅然后又没有坐视商 这样的话呢这个币价不代表最后的价格 他的那个交易深度太浅了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很多 假消息啊在满天飞 那个币安呢 首先啊币安有那个公告下架 Luna这个其实是没有公告的这个是假消息我看了一下那个 币安的最新公告关于Luna他只有昨天的一个公告 也就是说那个 要暂停 Luna的一个存取还有那个ust的一个存取 他们是干什么事情了其实ust可以套利啊 我是打算用那个ust 去套利就是买一些ust然后呢 发到他那个lunastation里面 去用那个ust买入那个luna代币然后呢再 回到交易所抛售然后再 转那个ust就是再买ust然后呢 再如此循环 去进行套利 但是我发现了这个路走不通啊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ust的存取所有的交易所都不行 那么他们交易所自己在干这个事情了 他们自己在把那个ust 提到那个luna的那个 station里面啊去买入那个 Luna然后在交易所里面去抛售啊他们自己在做这样的一个循环 也就是说交易所他 这个时候暂停那个usd的存取他可以套利对吧我也想去套利啊 然后呢 另外一方面呢那个luna的一个 搬砖也不能进行啊 因为我发现那个getio的那个luna的代币比那个 okx的要高差不多1美元左右 去搬砖我就发现okx的那个luna代表是取币取不出来的 所以说呢 现在 这个ust 和那个 luna这个币价的一个情况大家要知道当这个套利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啊就是交易所 把ust 把他 拿到那个 terra station去套利 把luna 套过来然后再到交易所里面去买 当这个套利还没有结束 当这个ust还没有恢复到他接近 1美元的一个锚定价的时候 那么 这个luna币价他就不会开始 上涨就不会开始上扬啊 另外呢就是 就是我认为啊就是那个 lfg啊就是luna他们的那个基金会啊 我认为呢他们应该没有把那个手上的比特币完全抛售掉甚至没有抛售掉 我认为他们没有那么蠢啊 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不会这么早把手上的子弹抛掉嘛对吧 如果说我运营项目的话我肯定是要等这个 利空消息出境的时候等市场 归于瓶颈的时候再去收拾残局啊 如果说在这个时候啊 利空消息满天飞呀比如说我去 去回购luna 我手上子弹只有15亿美元我回购一美 比如说我在 呃 50美元的时候回购对吧 和在我二两美元的时候回购这个效果是非常不一样的 如果说我在 市场还没有归于瓶颈啊 我再拿我手上的子弹去 回购或者是想办法去收拾残局那么我我就是 和整个市场对抗 这样的话是非常不明智的所以呢 lfg他肯定还是 把那个手上的筹码握在手上的还没有开始 去修复市场 对吧 要等那个 利空消息出境 大家都知道这回事大家不在关注这个luna不在关注 台湾不在关注ust脱毛这个事情 那么这个 lfg啊他们就会出手我认为是这样的 如果说他们已经出手了 那么你 就只能说这个 呃台湾他们这个项目方真的是 按照那个 呃方言叫 真的做橘教 嗯 蠢的做诸教啊对吧 最后呢我们关我们说一下那个ust啊 啊现在呢在一个缓慢的回回升过程中啊 呃可以看出那个 lfg啊或者是有资金在开始 对那个ust进行一个回回拉 就是资金呢再把它拉回去啊 这个资金很有可能我跟大家说啊 可能性非常高是那个 交易所他们呢把那个 luna这个代币啊 就是 把ust啊对吧 把交易所里面的ust把它买 买到手上然后呢 换成luna代币然后luna代币再去那个 说错了 把ust 把他给 买到手上然后呢把ust买到手上的 到那个 terra station里面去换回luna然后呢再 抛掉然后呢抛掉以后换成ust 再用ust买回 再用usdt买回ust 然后再用ust到那个 呃台湾station里面去套利 每每一轮这样的套利呢他们要赚30%的一个差价 所以这个 今天是大赚特赚 最少一个交易所像币安这样的交易所啊 最少要赚 几十亿美元上甚至上百亿美元 所以说呢 呃他们这个套利行动呢 一方面在打压那个 luna的币价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交易所在大赚特赚 那么为什么luna的这个币价呃跌到了 差不多2美元或者是1.8美元的时候 呃就开始不再下跌了呢 主要还是有大量的散户在接盘啊 对吧 大家懂这一个 逻辑链了吗 那个 交易所 把那个ust的提币把它关掉了 然后呢交易所 自己把自己手上的usdt换成ust 这样的话里面有个差价一个 usdt 就可以换到差不多1.5个ust对吧 1.5个ust把它提出去 可以按照1美元的价格买到luna的代币比如说本来一个usdt只能买一个 luna 对吧 那么 你把usdt换成ust的话 因为 一个usdt可以换啊我假设是1.5个ust的话现在他脱毛了吗对吧 那么他用这1.5个ust 他可以换1.5个luna 然后呢再把这1.5个luna 存到交易所里面 把它抛掉 抛掉了就变成了1.5个usdt 1.5个usdt他再把那个ust给买回来这个时候可能可以买两个ust 2.5个usdt然后到那个 台湾station里面 买两个luna然后再 转回交易所抛掉 对吧这样一个流程 所以说呢他们今天最少是赚个 几十亿美元到100亿美元看谁哪个交易所里面的ust多 对吧 这个呢就是今天正在发生的事情 好今天聊到这里欢迎大家关注insight财经欢迎大家点赞订阅小铃铛拜拜再见